我們再一次回到高雄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霸函遊行的現場 人潮真的越來越多 還有很多有趣的小道具 我們連線記者來 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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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問一下這個標語是你自己想的 對大家集思廣益 自己想的 今天來霸函的遊行主要想訴求什麼 想告訴什麼 當然就是讓韓國瑜下台 罷免韓國瑜 謝謝 所以你們是很多朋友一起集結 年輕人來到這裡 對 大家一起來的 大家一起來的 可以看到他們都自己制住了 這個霸函的標語 另外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人 是有自己的小道具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個LED的背包 上頭寫著什麼呢 光復台灣 高雄一定要贏 加油 這滿特別的耶 怎麼會想到要用這個方式 想說這樣比較可以顯眼的 大家可以知道說高雄正在罷免韓國瑜 而且你想說的話都在上面 對啊 可以把它改成自己想要的字這樣子 還是不一路騎車就背著這個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對啊 可以啊 就讓大家覺得說這個 高雄是一定要做翻轉的 台灣一定要加油 好 大家可以聽到呢民眾說 台灣加油 這LE的背包可以說是非常顯眼 他們說自己的高雄自己就 而這個遊行開始前呢 現場就已經排了非常多民眾 大家今天其實有非常多的大隊呢 各自呢他們都已經排隊 來到這個大隊這邊準備等一下 要跟著一起大遊行 好看到在WeCare這邊感覺上 真的還滿有這個很嘉年華 很歡樂的一個氣息 然後大家很多的道具 小屋都出現很多人的創意 但是呢我們剛剛也講到說 葉匡時現在是在潑髒水嗎 他說這個是不是民進黨洗錢WeCare 然後還說會不會民進黨透過像把錢給楊慧如這樣的方式 透過很多的洗錢方法洗給WeCare呢 然後呢引力就很火大 他就說呢他們之前賣警示碗啊 賣這個覺醒咖啡啊 T-shirt帽子啊毛巾等等的 總共大概籌了六百萬 全部用來支付這些開銷的 所以他就說我們的經費是用在刀口上 每一分錢都是來自於所有的市民跟台灣人民的支持 好在此同時呢我們看到韓營啊 現在又公佈了最新的競選歌曲 叫做等一個人啊 好那他就說呢為什麼要叫做等一個人 因為人民期待的這個人 大家在等的這個人 就是我們的庶民總統韓國瑜 但是高雄市民說那我們在等市長啊 那到底現在是怎樣 好來連環哥 憲平講得很好 高雄市民等市長已經等了一年了 等一個人都等沒人 這個人說我們要來帶另外一個母 把家裡那個招康七呢就丟在家裡了 真心幻覺醒 對我覺得最近可能因為葉匡時看到引力那個六百萬 覺得最近六百萬有點敏感 所以故意破一下髒水 我認為葉匡時非常的不應該更不道德 第一你現在是代行高雄市長的職務 所以你如果認為有任何不法 你可以做行政調查 或者說你直接到地檢署去告發寒送或移送都可以 你今天要出來做這樣的指控的時候 請問葉匡時你有沒有百分之一的證據 你要證明說民進黨的誰怎麼樣把錢給WeCare 你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證據 竟然出來可以做這樣的指控 這個團隊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可以選舉選到讓人家就完全失去人性 我們都知道這個是最基本的 我不會要求葉匡時你要有百分之百證據 但是你至少要有合理的推論跟懷疑 你就完全莫名其妙天外飛來一筆說 這個是民進黨給WeCare的錢 難怪引力那麼生氣 我支持引力提告直接告葉匡時 但是我覺得葉匡時更誇張的不只這樣 他剛剛在這個韓國瑜這場遊行裡面 他在支持的時候他講 他說明年一月十一號讓蔡英文下架 讓他好好去被撩 這什麼意思啊 你們為什麼國民黨的這些人 開口不是歧視女性就是仇視女性呢 你們不是從女人肚子裡面生出來的嗎 你們不是媽生的嗎 你怎麼會對女性有如此這麼大的敵意呢 這樣到底可以拉到誰的票 對 我真的不懂 還是國民黨你們覺得這樣子講 台灣的男人就會投票給你嗎 台灣我相信台灣大多數的男性是非常尊重女性的 因為現在都已經是大家性別平等的年代了 結果你竟然在公開場講這種話 所以你可以知道 葉匡時大概知道這些台下的群眾是什麼樣的人 所以他要講這個話迎合這些人 今天如果說今天的挺韓遊行是如同原資剛剛形容的 是一個快樂的歡樂的 那為什麼會有一對他們唱的歌叫做夜席跟我現在要出征 對啊 這是非常肅殺的歌曲 你如果是快樂的是歡樂的 你應該唱快樂送啊 你怎麼會去唱夜席跟我現在要出征呢 軍歌的意義是什麼 唱軍歌的意義就是激勵士氣 因為我們馬上要去上戰場打仗 我們要對付敵人嘛 那請問誰是你的敵人 是這些今天參加WeCare活動的是你的敵人 還是說台灣只要不支持韓國瑜的人 都是你的敵人呢 你這個陣營從頭到尾這一段時間以來 你只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不斷地在傳播恐怖 第二件事情不斷地在仇恨跟歧視女性 那請問這樣的選舉風氣 對於台灣的民主是一件好事嗎 我覺得韓國瑜陣營的人 你們好好的出來跟大家道歉 尤其你們真的欠全國女性一個道歉 好那瓊華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葉匡時 他是代理的市長嘛 他居然講說是不是這個有洗錢啊 洗到WeCare這邊啊 然後他是沒有任何的具體的指控的 他就自己這樣講 他說趕快檢查單位去查一下 這樣OK嗎 這真的是一個出一張嘴的市政府 等一下我先問那個葉匡時在啓韓的 他在啓韓然後也發自辭 他應該是作證在市政府 他現在是提有法的負責人 對 他怎麼可以到另外一邊 他現在等於是裁判耶 他怎麼可以到某一隊去發去致辭 然後為他們加油打氣 我真的高雄兩百七十八萬人站出來都不為過啦 我先講這一個有關這個葉匡時的指控 我真的現在那個香港那個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真的跟香港的特首政府 真的是如出一策 即使一個講國語一個講粵語 他們手法是一樣的 因為香港特首政府現在正在指控 當時候的那個反送中的那個抗爭的團隊 他們的相關的那個募款的平台 是有涉及到洗錢的 也是這樣子 我只能說葉副市長 你們執政不用心也就算了 連指控對手陣營都不認真 事實上這個也剛好回應到剛剛那個原資 我們自己在講什麼側翼什麼的 這場遊行所有的募資 事實上從七月十九號 WeCare團體以及歌草 各自透過一個募資平台 去跟臺灣的朋友進行募資 各自募了六百多萬 也就是說所有的募資的 有關於捐款的明細什麼 透過募資平台 都是清清楚楚的 連金額都是包括總共募資金額 從六百一十六萬 募到金額是六百一十六萬 連九百八十八塊 清清楚楚每一筆都清清楚楚 絕對比我們那個當時候 這個什麼韓市長給的 那個王女士的六百萬還清楚 所以請那個葉副長 你要指控之前要不要想想看 六百萬這個數字 現在非常的敏感 你要指控之前做點功課好不好 然後呢 而且我要講的是為什麼 講說什麼這個罷韓 為什麼是那個動員 邀請其他全臺灣的各縣各縣市的朋友來 事實上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全臺灣 我們國外朋友邀來了 我們這本來就是一個公開的 然後歡迎各縣來參與的遊行 所以他之前是從去年到現在 都訴諸於是一個嘉年華全民參與 然後多元的色彩這樣子 那我們怎麼知道 今年那個韓市長 他在就是以一個自己選情不看好 然後要拉臺 然後把自己的城市當成戰場之外 在同時呢 他要這個動員 照鋼員這個時候 動員海內外 這更情何以堪 你們動員海內外 然後你們說 不是動員海內外 歡迎海內外 你剛剛說歡迎海內外 歡迎海內外 然後你說罷韓只能夠高雄人出來 可是像我之前 我們本來就是擴大參與的 那如果說你這樣 就高雄來情何以堪 你怎麼讓全臺灣 或是海內外的韓粉 來對那個高雄人情猛打猴踐踏嗎 如果說你要對等 沒有 如果你要 市民把事情弄得很險的 不是複雜 市民把事情弄得很險的 你今天如果要對等 那你今天要支持韓國瑜的 你就應該是高雄 高雄裡面 各種危機訊號 都是給你們的陣營放出來 不不不不 我根本就沒有好不好 我覺得大家想 不是你啊 你們陣營 你們陣營 不要撞到盛事就複雜了 H病毒真的很強大 你不知道 原子如果說 你真的要公平的話 你說好 那你半韓的人 那你就是那個高雄人站出來就好 那你為什麼傾含的人 不是傾含 在高雄是傾含站出來的 因為我們現在選總統 總統是全區的 那我們現在下架 下架一個不夠格的政治人物 我們現在已經剛剛那個委員講很清楚 不只是罷免韓市長 我們是下架這樣子 不入格的一個中華民國政治人物 我知道 所以我剛剛講 我剛剛講我尊重 但是說大家去解讀這個罷韓遊戲 你就不能說用罷韓來解讀 就變成反韓 這個這個我接受 所以一開始從這個募資平台 已經很清楚的講清楚了 這個所有籌募的經費從何而來 以及為什麼他是邀請全臺灣的朋友來參與的 另外一個部分包括情資 因為我一直對韓正宜動輒說情資怎麼樣 並會反串什麼的 其實我們也非常的困惑 為什麼困惑 因為我們的情資跟他們情資 是不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很想跟韓正宜 建議韓正宜以後 你們要說情資的話 請你們清楚的講 是從什麼單位來的 就是你要指控人家之前你清清楚楚楚 把這個具體的證據拿出來講嗎 要不然的話你這樣隨便憑空講天馬行空的這樣OK嗎 我們再一次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看霸函遊行 目前最新的畫面 就是在我們這個電視螢幕的左邊 我們把時間交給古福瑄 現在看到在WeCare遊行的大主場 就是在那個五公路上 民眾是自發性的集結起來 剛剛主辦大會宣布 參加人數已經超過了十萬人 大家都是揮舞手上的小巫騎士大喊口號 來聽一下現場的狀況 從遊行開始到現在 其實已經走了差不多五百公尺左右了 在道路的兩旁呢 除了原本的這個五福路的單線市管制區之外 旁邊還是有很多的支持民眾呢 站在馬路的旁邊跟著大家一起喊出 光復高雄保衛台灣 也就是今天遊行和平訴求的口號 而這個遊行隊伍呢 再待會也是從五福路要一路走到這個過愛河 到這個嚴城區 在這個嚴城七線大有的主舞台呢 來進行後續的活動 整個遊行大概有兩個小時的行走時間 現在大家呢 也是邊走邊喊著口號 以上就是在微客遊行大主場 為你掌握的最新情形 鏡頭還給旁邊主播 好的我們看到是在這個 霸函的遊行的現場 好那麼我們接著就來看看啊 雖然說現在韓正宜說 他們今天有可以料到這個30萬人 但是我們來看到就是在之前 1月4號本來是要在新北造勢 然後11月29號新北造勢 這個造勢也整個就是喊咖 那為什麼兩個造勢活動突然間都喊咖 大家就想說是沒有人還是沒有錢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對他取消了兩場大型的造勢會 外界其實都在猜說到底是 因為他的聲勢可能跟去年的狀況不太一樣 或者是說他的錢 但是但是因為他的夫人李嘉芬 也到處去募款了 應該也募的還不錯 你說要辦兩場大型的造勢會 我會覺得應該不至於有這麼樣子的結局 那也或許是他想要多省一點錢 還是他怕說到時候集結的人氣太少 我覺得恐怕是因為他知道說 人氣的這個聚集 不會有去年那樣子的盛況 那如果他沒有辦法在氣勢上面 震折對方壓制對方的話 反而讓人家看破手腳的話 恐怕會對選情是更為不利的 所以還不如就及早把他收手 但對於韓國瑜陣營來說 我真的認為從頭到尾 韓陣營都應該要知道 你們缺的就是擴張的能力 因為欠缺擴張的能力 可是你們卻不想方設法 去爭取那個擴張的那一塊的選民 而不斷的在同溫層裡面 不斷的複製同樣羞辱女性 歧視女性這樣的話 我都不知道你們同一群人很嗨很嗨 很開心很開心 然後呢 這對選舉有任何的幫助嗎 從吳敦義開始 從謝龍借什麼女人拉票 可以拉到房間 然後到了韓國瑜 到這個張善鎮 現在到了夜匡時 全部一秋之河 你們仇視女性 羞辱女性 歧視女性 然後台下的人會不會很嗨 可能很高興 而陣營裡面有沒有女性 有女性 這些女性也摸摸鼻子 也都欣然接受 這帶給台灣什麼樣子的文化 另外一個我覺得更心痛的地方是說 高雄人曾經給過你這麼多的票 89萬票 你可不可以對於高雄 心裡面多一點疼惜之意 你有必要不斷的用一些髒水去潑對方說 會有衝突喔 可能人家的錢是不乾不淨的喔 你為什麼要在高雄這一塊土地上面 不斷的激化兩邊的對立 然後增加那個仇恨的感覺 那我覺得對於高雄人來說 你可不可以 就對我們仁慈一點 拜託你 曾經去年 畢竟我們曾經給你這麼多票 給過你這麼大的溫暖 結果你現在回過頭來 還要到達我們一把 然後把這個對決的氣氛拉高 我會覺得太過殘忍 時經你剛剛提到吳敦義嘛 但是我們知道最新的消息就是 馬屋今天都沒有到 所以對於韓國瑜來講 他是不是也面臨這種內外交迫的危機 他一直有內部整合上面的問題 那為什麼他們不到 吳敦義的問題 我會覺得吳敦義其實在講那個什麼 什麼雜母的水位雜母的之後 被大扣分了還是不要來 被大扣分了之後 但是在去年 他同樣也有羞辱女性的演出 但是當時的表現是怎樣 當時的表現 韓國瑜立馬跟他切割 立刻覺得我應該要跟這樣子的 所以會不會是韓國瑜跟他講 你不要來了今天不要來 韓國瑜我會覺得 韓粉們現在是討厭吳敦義的 認為吳敦義在扯韓國瑜後腿 可是其實對於韓國瑜來說 我認為他其實根本就非常喜歡吳敦義 因為兩個人根本就一模一樣 那如果他覺得吳敦義講話 是不應該的話 你為什麼不切 你為什麼不跟去年一樣 立刻跳出來說 我寧願這個乾乾淨的書 我也不要骯髒的贏 你趕快出來講 你一句話都沒有講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他覺得 我在這一塊羞辱女性 歧視女性的言論上面 吳敦義還是老大 所以我還是不要讓老大來 以免我變成老二 那不是很尷尬嗎 原來是這個樣子 不過我們看到韓國瑜 他到金門造勢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的韓粉 就到了機場去接他 然後因為在那邊又高唱 中華民國送等等的 很多的民眾就覺得說 真的很吵 甚至還有人就批評說 好像跟邪教一樣 我們也帶你來看看 邪教 遠景德在一旁維持秩序 韓國瑜市場要攢飛機了 請各位 加油 加油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韓國瑜二十號前往金門造勢 吸引不少韓粉到場接機 韓國瑜還沒到前 雖然韓粉只有唱歌 但不少搭機的民眾 覺得很被打擾 網友把影片PO上網痛批 一早就在金門機場吵跟邪教一樣 一直唱歌 有人附和請金門人讚人幾天 連金門都反邪教 跟PM2.5一樣 又髒又愛亂飄 為何不去中國唱 回家睡覺還比較好 今年九月 韓國瑜在新北三重的造勢活動 散場已經接近晚上十點 韓粉人沿途高喊動蒜 一路喊到捷運站 讓住戶不堪其擾 除了印象安寧 先前在高雄捷運裡 韓粉也是大場夜襲 讓其他乘客很困擾 大家都有自己相挺的人選 激情歸激情 更需要對份尊重 相關新聞 葉齊凱 徐士涵金門報導 好 我們看到韓國瑜到金門 那麼他又說了一段話 讓大家說說 你是在說你自己嗎 好 他出席這個庶民總統 韓國瑜後援活動 至此的時候他就說 所有的民主都是人民做主 所有的民主是自作自受 選出什麼樣的政治人物 呈現什麼樣的結果 完全是自作自受 怨不得人 然後就大聲的疾呼 要金門鄉親幫他拉票 告訴親友 支持台獨的話 請投蔡英文 要保護中華民國的話 請投韓國瑜 但他這個什麼自作自受說 人家就覺得說 你感覺好像在打自己的臉 因為高雄人 現在就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大家才要出來遊行 創下哥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是對高雄人最大的羞辱 因為它是一個高高大上的態度 告訴高雄人說 你不要管我 我們怎麼等一個市長 你們自作自受 誰叫你們投我了 這個叫做自作自受 這個就是非常傲慢的一個態度 然後另外一個狀況呢 其實有一句話是說 有個東西是說 我們很多時候 我在1997年的時候 曾經親自在台北 聽了那個世界政治學大師 康廷頓的演講 康廷頓就是第三波民主最重要政策 他就特別講一件事情 民主最大的傷害 不會是那些過去的軍頭 過去的威權 而是藉由民主取得權力的行政首長 會剽借人民主權 其實韓國瑜這個狀況 就是剽借人民主權 那今天這個罷韓呢 其實整個民主是什麼 是托付 這些選民托付給你 那根據我們的憲法 根據我們的集有法 一年之後 選民覺得要把它收回來 這是選民的主導權 不是你韓國瑜能夠決定的 主權在民的意思就是高雄人來決定 你韓國瑜要不要留下來 不是你韓國瑜 語法不合 不准你們罷允他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的觀念 是韓國瑜真的毫無民主素養 所以民主自作自受 虧你講得出來 但另外一件事情 我當然不要去說韓粉怎麼樣 我們要尊重每個選民 但是作為一個人 作為一個領袖 要把人帶出去 就要把人給平安的帶回家 而且中間的安全和秩序 你們要去教導的 韓粉發了這麼多次 在公共的 不管是機場捷運 到現在為止 我不曉得原諸 你們到底有沒有好好的教育 如果在過去的時候 街頭運動起來的時候 面對這種狀況怎麼樣 一個負責任的政團 負責任的團體 會有糾察隊 會自己花錢都要去準備糾察隊 去管制 那你們有管嗎 有 有管好嗎 就是這樣有 有沒有用 以前有糾察隊 沒管好就要付出代價 我是覺得那你們有管好嗎 如果你連自己的這些 基本的ABC 小學生都知道 在公共場所不能喧鬧 你們都管不好 你叫人民怎麼相信你 還罷韓你都沒有問 都一直問挺韓的 罷韓有出這狀況嗎 所以 其實兩邊都要自製 哪一邊出狀況 哪邊負責對不對 所以 來我也請教員資 我們看到就是說 現在韓國瑜他就講說 你民主就是自作自壽 但很多人講說 你這樣講 是不是就是在酸高雄市民嗎 因為高雄市民就是覺得說 他們真的是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今天台灣要出來啊 我覺得民進黨最大的問題 就是很喜歡以偏概全 所以民進黨拍了一個選舉的廣告 那高雄篇就是說 臺灣對不起 管碧玲出來解釋說 高雄人對不起臺灣 是普遍的心態 後來他們又改口說 他不是那個意思 但他第一時間他的意思就是 以偏概全 他覺得有些高雄人可能認為 對不起臺灣 因為選了韓國瑜 可是不是全部人都這樣認為嗎 韓國瑜有沒有心裡覺得 對不起高雄人 包括 韓國瑜覺得他的高雄市政 做得不錯嘛 那很多人也 那我們都第六名 為什麼我們都第六名 我們現在也一直在宣傳 二十五都 二十六號一定有那個 一周年民調 等著看 我們現在也都在宣傳我們市政政 比如說在清淤 鋪馬路 可以雙語教育 招商 農特產品外銷 然後解決空污問題等等 我覺得都比前朝的陳菊好 這都有數據的比較 都有數據比較 那唯一綠的就會拿一個什麼 雜誌的民調 那我們承認雜誌民調 滿意度比較後面 但是那多多少少會受到 政治因素干擾 因為他現在要選總統 那支持蔡英文的人 當然就不會對他滿意 那我覺得這都有一些客觀數據 可以公平 那高雄人現在也不是全部人 都不支持他選總統 之前也有民調 就是說大概也有三四成人 支持韓國瑜選總統 所以你不能夠以偏概全 說高雄人普遍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一直認為說 什麼韓國瑜做得不好 什麼也都沒有 但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是一月十一號 由選票來決定 也不是我們現在來說的算 好 來 菁姐怎麼看 其實我剛剛在講說 講自作自壽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馬英九總統 他其實也曾經在一次提字 給人家的時候 叫人家自求多福 所以我覺得中國國民黨 其實他們的邏輯 真的跟我們的所謂民主的邏輯 不太一樣 就叫人家自求多福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寫 自求多福啊 就是說你選上 你選了我 請你們自求多福這樣 其實他講話蠻實在 阿扁說算我好運 所以其實像剛剛講 所以阿扁下臺了 等一個人這個邏輯 等一個人這個邏輯 事實上 我其實聽了很悲哀 因為台灣是一個亞洲這邊 很很重要的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是什麼意思 人民委任權利 到你手上讓你做事 結果現在韓正寅 韓國瑜市長 他要選的這個競選歌曲 就要等一個人 這個等一個人 有幾個意涵 當然大家就一直笑說 表示你就是一個遲到 遲到習慣 也是耶 遲到誠信嘛 大家都等你一個人嘛 那包含說他這個高雄市 等不到這個市長 可是另外一個精神 另外一個意思叫什麼 這裡面是一種仰望偶像的邏輯 就是他的選民仰望一個偶像 這種仰望偶像的邏輯 是在什麼地方 在中國跟北韓 也就是他是一個大的領導者 這個領導者講的全都是對的 他做的事情 我們全部都要拍拍手的 所以這個完全 我覺得這個在根本的邏輯裡面 是非常的反對民主 對於民主 人民委任權利給你 我也可以隨時收回來 這個邏輯完全不合 那我剛剛講一下說 現在看到這個韓國瑜的陣營 常常在活動裡面 都是很多的國旗 當然有國旗是好事 蔡總統最近的很多的這個活動 也都是揮舞國旗的 不過我要講一個事情 是最近他們又這樣 像那天是誰 不是葉匡時 那個我們的中國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張三鎮 他就提到說 他提到說他看到什麼東西 好像在講台獨 不好意思 大家記不記得二零一六年 周子瑜事件 他揮舞的中華民國國旗 這個動作在中國認定是台獨動作 沒錯沒錯 所以其實如果以這樣來講的話 今天所有挺韓遊行的這些人 你們通通都台獨 在習大大的眼裡 你們通通都台獨 其實這樣講 這個國旗是國家的象徵 事實上你不論哪一個陣營 大家做這個動作 所象徵的是什麼 是對於這個國家的一個認同 而不是拿來做一個說 我這個是要我的族類 你跟我不同族類 我要講一個事情 我其實穿 有時候我們要穿這種工作服 要坐計程車 我看到那計程車司機上面插了一隻國旗 我說實在我不敢上那台車我會怕 理論上來說我不應該怕 因為那是國家的象徵 大家都共用這個價值 可是我為什麼會怕 因為我們看過太多寒粉集結的時候 穿著國旗的服裝 像剛剛那樣子 在車廂裡面大聲唱歌 然後對於跟他不同陣營的人的行為 並不友善 所以一個我想一個總統候選人 一個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其實我們非常不希望你把這個 所謂代表國家的鞍馬 變成你們在強迫別人 或讓別人感到恐懼的一個形象 這是不對的 好所以我們看到就是大家說這個時候你如果說用暴力 或是說在這當中你有什麼樣挑釁的行為的話 那剛剛大家也講到你就這個陣營自己要負責嘛 好但是我們看到韓國瑜他這次到金門他怎麼講 他講到政見了 他說呢這金門這邊要發展觀光醫療 他說呢因為現在金門啊醫療人員設備增加加上良好的治安熱情的民眾 所以在這個部分會扮演越來越多角色 他說你看看現在很多國家的人生病可能跑日本美國 有的要青春要返老還童的跑烏克蘭 減肥跑到巴西看牙的跑到泰國 他說為什麼不來台灣呢為什麼不來金門呢 未來在這邊呢可以大力的發展觀光業 除此之外因為呢他在那邊一直拉台陳玉珍嘛 陳玉珍抽到二號九號然後韓國瑜是二號 他就說這是兩岸政策九二共識啊 但是大家就想說陳玉珍他之前講過什麼話 他說大陸觀光客可以來金門是我們去北京的中央爭取的喔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欸真的很諷刺欸 那你現在講什麼九二共識這個部分還有戲嗎 我覺得國民黨如果假設在明年的總統裡面選舉裡面輸掉 最大一個問題就是他們現在還死報的九二共識不放 就國民黨這個政黨的應變速度真的慢到可能比那個絕種的恐龍還要慢 九二共識過去曾經有他歷史上的必然性 那也馬英九八年任內 也把九二共識的所有的價值全部消費完了 當習近平在今年一月二號講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時候 就已經正式宣布國民黨版的九二共識他就已經死亡了 結果你現在還抱著一個殭屍抱著一個屍體 然後每天抱著他說你好棒棒我好喜歡你我好愛你 這不是練屍屁嗎 所以 我至少應該改一個說法吧 與時俱進一下 你要有一個新的說法 那韓國瑜去金門我覺得他很可惜喔 韓國瑜到金門受到熱烈歡迎是必然的 因為金門的政治的氛圍我們很清楚 因為這次民進黨是連候選人都沒提名 那你去金門講觀光醫療 請問韓國瑜 你對金門的醫療資源了解有多少 金門的醫療資源足以讓外來的觀光客在那邊分享嗎 台灣的離島的醫療資源普遍都欠缺 金門已經算離島裡面算是比較好的 相對比較好的喔 但是你今天如果大量的觀光客進到金門去去利用他們醫療資源的時候 我跟你講金門人到時候真的不夠啦 你要看病都沒地方看了 要不然你覺得陳醫生為什麼要住產後病房 金門醫院是什麼解釋的 他說因為怕他打擾到別人 那代表什麼 代表金門醫院的一般的病房 就是說比較有隱密性的病房是不夠的嘛 你才會安排他去住產後病房嘛 那你韓國瑜你連這個都不了解嗎 那更離譜的是他講到說有人要變年輕去烏克蘭 韓國瑜你知不知道我們的衛福部其實並沒有准許這樣的醫療行為 所以他是青菜公共的嗎 不是也許他身邊有人去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身邊也有朋友去做 那個費用其實很高 一般人是庶民絕對無法負擔 我只可以跟你講庶民絕對無法負擔 但是那個事情就私下可能有人在做 你不能拿來公開鼓勵大家去做 因為就台灣的法律來講 那個東西現在還是非法的 你怎麼會去一個要選總統 去鼓勵大家幹這種非法的事情 這是搞不清楚 所以我覺得你最 所以他還是最好孵蛋就好 對啊 你怎麼去到一個金門 然後講你的政策 真的三公四公 請問你的國政善後團 都最近都沒幫你善後了嗎 還是因為六百萬的事情 他們現在也都不敢靠近你 可能你們家氣氛不太好 大家不太敢靠近你 怎麼會三公四落 然後每講一句話 就是一個破綻 就是一個漏洞 你說我實在 我也不想笑你草包了 但是我真的已經少不到形容詞 來形容你這個人了 所以他其實在講話之前 應該要跟他的這個善後團 先討論一下 對不對 好那我們稍後回來 還要來看到就是呢 韓國瑜他在證監會的時候 他不是喊中華民國萬歲喊了三次嗎 但你們發現現在人家中國的媒體 根本就是管你藍的綠的 你到底靠哪一邊他也沒在理啦 照樣把你刪掉 到底韓國瑜醒了沒 我們休息一下燒回來 我們在畫面的左右邊 我們看到的分別包括了 霸函還有挺韓的遊行現場 我們現在來看看 在我們這個畫面的左邊 霸函遊行今天是什麼樣一個狀況 看起來人潮真的好多 真的是大爆滿的一個情形 我們把時間交給古福先 好 可以看到了在WeCare的大主場 就是在武福路上 現在這個最起托的地方 霸函四君子的這個陳醫師 還有這個先驅張以黎呢 都拿著旗帜 跟著大家一起喊口號 來替一下現場的情形 高雄 高雄 好的大家是邊走邊喊著口號呢 走這個五福路 現在目前呢行進的位置呢 大概是在這個新絕江的前面 也就是整個高雄市的心臟 非常市中心的地方 這個遊行呢大概呢 是行進到一半左右了 除了這個遊行的追逐場在前面之外 其實你可以看到在馬路的兩邊呢 還有這個人心島上有非常多 沒有參與這個報名的民眾 是自發性的拿起旗帜跟氣球 跟著這個WeCare的大遊行呢 來一起走這個高雄市的 非常心臟的這條五福路 再待會呢穿過愛河之後 也會到這個主場來進行後續的活動 整場的遊行呢是氣氛非常的歡樂和平的 因為今天的這場訴求 就是公民出來的遊行運動 以上就是在WeCare的主場 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鏡頭交還給彭內主播 好的謝謝鳳仙 那麼我們也看到今天的這個 霸函跟挺函的一個狀況 那麼剛剛也告訴大家說 韓國瑜他在現場嘛 本來是說他要全程跟著走 但是後來有維安的這個問題 所以呢他就會到終點去 好一個總統候選人在這邊 但另外一個總統候選人在哪裡呢 蔡英文總統他是去複選 那麼在新竹這邊呢 民進黨的鄭鴻輝已經突破了三成的支持度 我們來看看最新的消息 連線記者朱淑君 淑君 那當然也關心到現在在新竹的最新現場 鄭鴻輝的這個造劇場和小雲總統呢 也已經來到現場 我們來看現場的最新總統 棟趴 past 小英 小英 動甩 P on silk 動甩 摔經寸容的真胜 可以 握音 太火了 可以感受到現場呢 是非常地熱情 在小英總統來到現場之後 除了小英總統之外 包含是這個總召科建民 以及這個新竹序長林志堅 還有這個鄭鴻輝 通通都已經在台上了 包含以及所有的 後援會的總幹部門 通通都已經在台上 剛剛鄭鴻輝又有談到呢 其實他的民調 已經是微服的領先 但是呢 他現在還是認為說 非常的焦灼 希望大家可以在 1月11號的時候 漂漂入軌 那小英總統也是近期 大概4度來重新造訪新竹市 就是希望可以守住台灣派 除了自己要連任成功之外呢 也希望可以讓國會不敗 今天在下雨 還是有一點天冷 可是看到大家在這裡 在臉上是很自私 很自私的表情 很熱心很熱心的表情 後面還有好多在外面的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來這裡 給我們加油打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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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20天 21天就要投票了 來問我們縣長 準備系統室 我們的好朋友 大家準備好沒有 準備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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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信心 有 有沒有信心 有 有 阿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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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是蔡英文要贏 我們鎮鴻威要贏好不好 好 鎮鴻威一定要贏 好剛剛看到是蔡總統今天的行程 另外我們就來看看 同樣也是這個舉手高喊 韓國瑜他之前在這個政見會當中 他不是喊著中華民國萬歲喊三次嗎 結果呢央視節目海峽兩岸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疑似沒有把韓國瑜大喊三聲中華民國萬歲的片段剪掉 然後上架官網之後緊急的刪除 後來呢才上傳已經處理過後的和諧版 然後呢 這個記得他就說不知道這件事情能不能夠讓韓國瑜了解 中國並不會在乎你到底是藍是綠啦 就算立場偏向中國的韓國瑜 依不合中國的意 中媒照樣刪除啊 好所以在那邊熱臉貼冷屁股啊 是啊就中國的標準來講 中華民國國旗是絕對不能出現在中國的媒體 還有在公開場合呢 你也不能講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但是有一個例外 就是你講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華民國 因為中國並不否認這一段 因為在以中國的史觀 就是中華民國的一九四九年已經被他消滅掉了 就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的改朝換代的概念 所以你去講歷史上的中華民國是可以的 所以有一些藍營的政治人物 他會提這個來反駁說有啊 我去中國我有講中華民國啊 你在中山裡念紀文的時候 講中華民國是有個有個什麼用呢 你講的是歷史上的中華民國 不是現在實際存在的這個國家 那其實韓國瑜這一段這個辯論很有趣 不只中華民國後來被和洩掉 他在第一次播出的時候 因為總統嘛 講很多總統 通通被逼逼 他就從頭逼到尾吧 對所以我們的總統在中國現在變成嗶嗶 因為他沒辦法把他改成台灣地區領導人 因為那是候選人講的話 他沒辦法改成台灣地區領導人 所以只要講到總統就被嗶嗶 然後國旗通通會自動不見 所以其實我覺得所有的台灣選民你要認清一件事實 不管你是挺韓挺蔡英文OK 但是我們的共同的語言應該就是 我們要保衛這個國家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他不要被改變 今天中國態度其實很清楚嘛 剛剛提到說周子瑜 周子瑜拿國旗耶 對 那個叫做華獨 以中國北京的標準那個叫做華獨 不管你叫華獨 你叫台獨 現在北京的標準只有一個 就是你台灣你要承認 你是我中國的一部分 要不然我委放你耍 我不會跟你散罷甘休的 所以這個事情 你不要打著捍衛中華民國的旗幟 但是身體很誠實 走進中聯辦 然後去到中國的時候 也不敢大聲的說出中華民國 不敢講自己的總統 你知道這種行為 其實不是在捍衛中華民國 你們是在消滅中華民國 因為請注意 現在消滅中華民國是叫 叫北京 叫中國這個政權 而你跟 只要你的說法 你的看法 跟他一致的 你就是在幫兇 你就在幫忙消滅中華民國而已 好 所以呢 只要不符合北京 他們的這個政治立場 管你是誰 反正統統都閃掉 好 但在這個時候 大家也發現說 紅色滲透真的越來越多 因為大家也發現說 好像有這樣的事情 這紅色滲透 已經到了網紅的部分 這些YouTuber都受到影響 我們先帶你來看看 照片中所有的女生長相 甜美身材 腳好 這些人都是在網路上 小有知名度的網紅 但卻被眼尖網友發現 怎麼拍照手勢都一模一樣 來各位 這隻腳都跟我長了八十七八下 就連知名的電競直播主WINS 同樣也在臉書PO出一樣的照片 仔細看看 每個人都是把左手放在胸前 而這麼巧 這手勢 韓國瑜也愛用 只要是唱國歌的場合 韓國瑜一定會像這樣把手放在胸前 跟這些網紅的pose百分百雷同 現在也被踢爆原來這是經濟公司要求的 文案內容除了得鼓勵1月11號出來投票 還指定要標籤宣告我的投票意志這句話 底下更附上拍照示意圖 有網友更爆料PO一則文章價碼大約2000元 金流則是來自於中國變相在幫韓國瑜宣傳 算一算光IG上就超過100則貼文 金額至少就要20萬元 持續追蹤發現這些網紅 還幾乎都在知名度相當高的兩間經濟公司 但引發爭議也嚇得他們趕緊刪文 WINS就強調當時接下合作案是希望大家去投票 但發現有落差還被塑造偏向某邊的政治立場 網紅諾曼也澄清 並沒有收錢舔貢的行為 並會把邀稿費全部捐出來 自己不會淪為政治操作的棋子 我們現在已經全部釐清清楚了 我們確認完全的沒有任何合作案 跟這些網紅也沒有任何專案的合作 這個是可以明確跟大家釐清跟澄清的 被質疑花錢買網紅 韓國瑜陣營嚴正磨刺 經濟公司也拒絕回應 畢竟選戰進入倒數 出現大批網紅帶風向 確實格外敏感 這件事情到底怎麼回事 是真的有紅色因子 已經混入了現在的選戰裡面嗎 其實紅色因子混入選戰或者是介入臺灣 已經不是現在了 這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我們大概會發現在很多的細節裡面 甚至包含某些廣播節目 昨天還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聽到廣播節目是在播放 習大大的言論的說話 就是你在臺灣會聽到他的講話 當然也不是不行 只是說奇怪 這些怎麼都進來臺灣 進來的非常自然而然 所以進入YouTuber 進入網紅是一個比較 他們也相對比較方便的途徑 而且讓很多不了解政治或過去並不關注政治的年輕人 他很容易受到這個影響 因為在網紅或者是像這一類的族群裡面 他很多時候就是我很喜歡這一個網紅 那他說什麼 我願意跟他一起 所以這個途徑大概不會很意外 只是說我們比較疑惑的事情是 那如果他這個整個操作是傾向於某一個陣營 我們不會說那個陣營有錢花錢做這件事 因為他們連招式都不想辦 只是說這個陣營 如果說這一些可能是中國花了錢 要來支持的這個動作 是傾向某一個陣營 也就是說 所以中國真的比較喜歡韓陣營的這個選舉 這個我們在想說 為什麼他們比較喜歡你們 是因為你們會比較聽話 你們會願意進中聯辦 那我們會堅持跟他們用對等的談話 才願意跟他們溝通嗎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一個觀察 好 原汁要補充一下 我覺得剛剛委員應該是在影射我們 但是我覺得選舉不需要這樣子 如果有證據又拿出來 因為坦白講那些網紅做這個動作 如果不是新聞這樣報導 說韓國瑜也做這個動作 根本不會有人把網紅動作 跟韓國瑜動作聯想在一起 那反而委員這樣子的推論 我反而會想說 會不會優勢民進黨的操作 那葉空時有證據嗎 那周錫瑋又有證據嗎 你在講別人的時候 都說別人要拿證據 如果大家希望說要有證據的話 那委員剛剛的指控 也是沒有證據的指控 就是印我紅 我覺得選舉還是要針對 國內的人民做訴求 就像剛剛大家講說 韓國瑜政見會的上面的影片 有沒有被大陸剪掉 我覺得我們也無所謂 重點是選民要支持我們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韓國瑜政見會的上面的影片 有沒有被大陸剪掉 我覺得我們也無所謂 重點是選民要支持我們 霸函挺韓大拼場 我們在看到現在畫面的左邊 是我們的記者陳嘉文 他現在人在霸函遊行的終點 好 目前現場的氣氛如何呢 我們要趕快把時間交給他 好 我們現在就在高雄市的公園路 這裡也是這個WeCare的 這個罷免韓國瑜的 遊行的終點站 現場已經開始在準備了 往我後面的這個方向看 這個也就是這一次 這個WeCare遊行的終點 最後的彩蛋 也就是這個鏡子的大彩球 現在已經慢慢的 由這個吊車慢慢的往上吊 因為待會兒 因為現在遊行隊伍已經出發了 慢慢的靠近這裡的時候 也接近黃昏的時間 透過這個夕陽 還有大家的手機 還有雷射筆的折射 會變成一個非常漂亮的畫面 現在WeCare遊行的隊伍已經出發了 現場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人 就慢慢的跟著不斷的跟進隊伍 一起要慢慢的往終點這邊前進了 終點這裡雖然有的人 沒有跟著遊行的隊伍走 可是我們往旁邊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 住在附近的人 一早就已經準備在這裡了 待會兒這裡也會有一系列的舞台 還有遊行的活動 很多都可以來這裡一起來討論 並且來這裡互相的交換 自己的政治意見 所以很多人已經在這邊準備了 那是要帶一會兒的追星親戚 我們也會在終點這裡為你掌握 好 謝謝佳玟 帶我們看到是在霸函遊行的終點站 好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現在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會去跟隨一些網紅小模的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可能有 是不是有紅色的力量介入 就是說要他們在這個上面 講到一些蔡政府的一些壞話 批評他們 然後還要大家拍照 弄某個候選人的手勢 那據說這個收益是 四千元的新台幣 好 那麼紅色勢力的介入 這個部分的話 真的是越來越嚴重 我們要請這個時期來看一下 這個當中我們應該要怎麼看 真的是紅色勢力嗎 一篇四千 那報酬蠻高的 比你的還多嗎 這麼丟臉的事就不要 我們是寫磚 我們是寫磚 也是要一千多字 還不是說要剝一張照片 然後擺一個很漂亮的姿勢 都不是這樣 還沒有人家貼一張照片多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 當然紅色勢力的滲透 它當然是透過各種方式 那這一波看到的是 一群小模 漂漂亮亮的 然後都用同樣的hashtag 然後用同樣的姿勢 然後在隱晦當中 傳達出特定的政治傾向 這樣有笑嗎 如果被逮到了就沒笑 因為後來就被很多 反方的人去反制 全部都一樣用hashtag 然後可是前面 完全用相反的立場 那所以你在搜尋 這個hashtag的時候 你就會被擾亂 你就完全沒有辦法知道說 到底應該要遵循哪一條方向 那其實不只是這一波是 這些小模的照片 那我相信如果紅色要滲透的話 他們當然不會只有一個管道 譬如說他們現在 重兵擺在YouTube 也就是說YouTube上面的帳號 然後PO上去的影片 之前我們不是有看到說什麼 明明是中國的一個媒體的記者 可是他卻操台語等等 然後假裝是台灣人 然後不斷地散發一些仇恨的 這些綠營的言論等等 所以這只是其中一個案例 那據說現在在YouTube上面 是中國滲透的一個非常大的 主要的平台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台灣當然 台灣當然應該要有警覺啊 因為他們最想要滲透的就是台灣 台灣是一直都是站在那個第一線 那所以當其他國家澳洲美國 他們都在提防這些事情的時候 可是台灣內部卻有些人說 哎呀不應該要訂那個 什麼什麼反滲透啦等等 反而是內部自己有這樣子說 我們不要對於這些 敵對國家的勢力有所防範 我覺得這是滑天下之大擊 好那我們這邊有個最新消息 告訴大家 就是剛剛的霸函大遊行 這邊已經傳出來說人數是 到達了三十萬 好所以比原本預期的還要來得多了 對啊當然是比原本預期 還要超出兩倍 而且我必須要說 其實因為為什麼所有人 就是本來事實上只有封一個車道 然後甚至連那個我們在集會 本來去年辦的經驗是在文化中心集合 今年是市政府不給我們集會的規定 所以我們只好 最大就是人潮直接逆到兩邊的車道 冷氣是非常危險 然後警方也只好放行這樣子 不過我要先回應剛剛原子講的這個什麼 這個WeCare是民進黨的那個側翼 然後民進黨的什麼明代也呼應或什麼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講說這是民間 多像貼紙四個顏色一樣 所有東西都是多元的 甚至今天就算有民進黨籍的 或者是不只是民進黨籍 有時候也有綠黨 還有激進黨 還有他們也是臺灣人 他們的選民 或他本身也有政治意見方面的訴求 所以即使他們今天出現在WeCare的罷免 我們那個遊行路線當中 我們一樣請他們最後 所以他們現在一定還沒有 可能最後才能夠出發 也就是說現在正要出發 現在正要出發 所以這跟什麼叫做什麼 這是為民進黨的那個側翼什麼的 這是完全這等於是污衊 今天站在走在路上這些三十萬的市民 而且我們看裡面的人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多元 看裡面裡面的人所呈現來的年齡層 還有他的一個多元性 其實跟另外一邊剛好久難的不同 不過我要講一件事情 剛剛大家已經在講國旗 其實高雄市 最近高雄一座的領導者 真的要把這些駒馬的東西 降到最低 好咧 邱翔哥要不要在最後 對我們最後的總結 今天現場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在挺韓的那邊 張善政上去了 他講了一段非常重要 他說明年要罷免蔡英文 所以那要罷免就是蔡英文先黏任 所以才能夠再罷免 韓國瑜又輸了嗎 所以韓國瑜又輸了大預言家了 明年罷免蔡英文 這是你們張善政 韓國瑜的副總統 告訴大家 明年罷免蔡英文 那要不要罷免是一回事 但是要連任才能罷免 副總統圖謀不軌 副總統圖謀不軌了 我就覺得今天這場 其實我們還是一樣 最後是希望和平落幕 而且還是要提醒的是 我們以前跑選舉就知道 跑各種場子二十幾年 那一些解散之後還會出事的人 不能說因為解散 所以有蓋福負責 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 原至最後 三十秒 現在 反正現在遊行還進行當中 那我也是呼籲大家 一定要何必以信 那我相信所有的韓粉朋友們 也都會彼此這樣的原則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如果這時候製造衝突 其實很多人會把這個帳 算在韓國瑜的身上 所以真的呼籲大家 要聽韓國瑜的話 充破 泡 蓋 送 不要脫隊 不要衝突 不要有炮火 遇到如果說真的有衝突的話 就是請警察處理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